52岁的马性男子骑机车去上班 快要到路口的时候 右前方的机车没有打方向灯 突然左转 双方撞成一团 导致64岁的罗希女骑士 跟后座89岁的妈妈倒地受伤 附近民众都围过来关心 当时女骑士要求对方不可以离开 但马性男骑士看对方没有明显外伤 就骑机车离开现场 女骑士也因此对他提出 肇事逃逸和过失伤害告诉 案件审理后判决出炉 法官任令男骑士无罪 如果驾驶人就事故的发生 并没有故意或过失的时候 纵使肇事后离开现场 也没有该条刑法的适用 创伤人后来逃逸 法官判决无罪的原因 法官解释 2013年刑法修法 肇事时常逃逸有刑责 2019年又针对肇事定义 驾驶非故意过失则不适用 2021年再度修法 没有过失却肇逃者 可以减轻或免刑 但还是有刑责 而车祸发生在2021年3月 因此刚好落在2019年到2021年间 属于法律空窗期 因此判决无罪 当事人车祸鉴定 无造实责任 法院判决无罪 马性男子撞伤人 造势逃逸或判无罪 被撞的母女粮 一个骨折一个挫伤 尽管没有生命危险 最后败诉 输给了修法空窗期 也成为罕见的案例 华氏新闻里见方张志军无绍青 苗栗报导 你好我是宋雁明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 请不吝点赞订阅